大家好 在上次呢 我们就学习了完了那个结实的作用域的问题 同时在上一个课子里面呢 我们引入了臂包的那个概念 那么臂包呢 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节课呢 我们就重点学习臂包的东西 呃臂包的话 我设计的体系的话就是这么多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底臂包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臂包什么时候创建的 然后我们我们能不能看到臂包啊 只是把这三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把这三个问题搞定的话 臂包基本上理解已经很不错了 那这三个问题的机制上呢 我们就会再继续学习臂包的一个好处 然后使用臂包的一些注意点 把这些搞定就OK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臂包啊 臂包的定义啊 在维基百科里面臂包是这样解释的啊 臂包啊 是词法臂包的简称 然后是引用了自由变量的函数 这个被引用的自由变量 将和这个函数一同存在 然后即使已经离开了 创造它的环境也不例外 所以呢 有另一种说法 认为臂包是自由函数 和其相关的引用环境 组合而成的一个实体 这种话看了之后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啊 反正我第一次看到这种 这种说法的时候 就觉得像火星雨一样啊 不知道他说什么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代码来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 币包呢有一个在GS里面啊 啊 在说GS 币包之前呢 因为币包不是GS独有的 在C下方的加法啦 或者其他语言都可能会有一些币包啊 包括政治表达室里面都有一个币包的那个概念 整体预言的话 币包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函数 捕获了 可以访问它外部的承软 如果做传组来讲是的话 一个函数可以访问它外部的承软 这个函数就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币包函数啊 然后如果在GS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函数呢 在另外一个函数里面定义 那么这个函数呢 就会访问到它的副函数的成员啊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内部的那个函数啊 在函数内部的一个那个函数 就称之为币包函数啊 说到这里的话 你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么我们就通过代码来阐数这些问题 比方说这个地方说的啊 是引用了自由并量的函数 那么什么叫做 这个自由并量呢 我们上次课我们也说过 比方说这里有个F1 然后呢 这里呢 也定义了一个并量 A等于10 然后非RB等于20 然后它内部呢 定义一个函数 比方说F2 Council.log 这样有两个函数 这个是指函数 这个是负函数 然后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润行的时候 其实已经形成了币包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出来呢 F2 调用一下啊 在这个F1里面内部调用一下 F2 然后在外面呢 就调用一个F1 那么形成了币包 我们怎么看呢 现在解决我们刚才说了三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 怎么看那个币包 把这种代码保存了之后 你在那个Chrome或者Suffer 浏览器里面 你可以 浏览测试一下 比方说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呢 我自己加了个单点 因为前面我们测试了一下 加了个单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啊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就在右边看到一个close variable 就是这个单词 就是币包的意思啊 close variable里面会看到A和B以及F2 那么这个意思呢 结合维基百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F2 看一下这个定义啊 是引用了自由变量的函数 什么这个函数 这里的函数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这个F2 然后引用了自由变量 而自由变量是指的什么呢 不是F2本身的自由变量 是什么呢 是它的负函数的自由变量 这是这个 所以说词法作用入义 也就是币包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玩意儿 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个图来画的话 币包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穿穿 这就是个币包 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函数F2本身 以及被F2捕获的几个变量 比方说A和B 当然有个有个说法 就是说有的同学说 我在这里只只用到A来 B我没用啊 它怎么会也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话 在不同浏览器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Google浏览器 打开的也是同一个页面 打开同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刷新一下啊 刷新了之后 我在这里也加了一个断点 加了一个断点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Close里面呢 只有A 这就是不同浏览器 不同的做法 后面的话 我们会讲述那个本质的软件 这就我们就表示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就是看到啊 这是币包 这是这个 一如我们刚才图的话呢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 一个币包就是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软穿 有一个函数 里面有一个函数 有被这个F2捕获的一些变量 比方AB等等放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币包 这是这一个 那么接下来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还没有解决 就是什么呢 维基百科特里面定义的话呢 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即使已经离开了 创造它的环境 有个例外 什么离开了它的创造环境呢 指的是这个意思啊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F2已经离开了 F1的环境 怎么个离开法呢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稍微改一下啊 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份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调用它了 离开它的 创造它的环境 F2离开创造F2的环境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Return出去 然后在外边呢 我们就申明一个病量 把它接收起来 此时这个病量 其实就等于这个函数了 然后我们在外面调用的时候呢 其实 此时的话呢 就是 就是什么呢 让F2已经离开了 创造F2的环境 也就是说 跳出来它的范畴 跳出来它的范畴的时候 此时仍然能访问 在F2申明的时候 它的那些主病量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测试一下啊 刷新 在这里加个单点啊 这个单点我们就再重新刷新一下 弄完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补货的病量里面呢 就会仍然有A和B 疾病这个函数 已经是在F1的外面 来使用的时候呢 它也存在 这就是必报啊 维基百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 壁包是怎么看的问题啊 它补货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这是个这个工具的话 这个浏览器自带的工具 对我们还是帮助填它的 那么还有剩下两个问题 壁包是什么时候创进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那么就我的理解啊 我先说说我的理解 是什么时候创进的时候呢 比方说这个 就这个代码的而已的话呢 这个字体大一下 这段代码你当你调用这个F1的时候 是不是进入到F1就会 在入数里阶段就会创进F1本身的词法环境 然后呢把A和B这些东西加进去 然后运行到这行代码的时候呢 此时我个人觉得是已经创造了一个币包 那怎么创进呢 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前面学的知识 就是给F2会 因为这个时候会创进F2嘛 给F2会创进一个scope 这个东西创进出来 而scope呢就等于F1的那个词法环境 这是第一步 就是创怎么创进的啊 就是加scope 然后等于负函数的词法环境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它同时会扫描 扫描F2里面的代码 发信啊 发信这个F2里面的代码呢 会用到它的富含出来的东西 所以呢就把把这些东西啊 不同的浏览器不一样 像Google的话就会把这个东西呢 放到那个哪里去呢 就放到它额外创进的一个 币包对象里面去 把它丢到币包对象里面去 这是Google的做法 而那个F2的那个就我们的表象来看的话呢 它的做法就是什么呢 它不这样放了 它就是什么呢 把F2的scope对象 它不是等于F1的词法环境吗 把整个这个F1的词法环境保留起来 所以说F1里面词法环境出现的东西 都会在这里出现 这就是它们两个浏览器做法的一个不同 这就是它的创进的过程 也就是说 也其实就是说 是在F2这个函数创进时 币包已经存在 但是我们当然 你看不到 只有到这个F2真正运行的时候呢 在这里加个断顶 我们才可以 此时才能真正看到币包 这就是那个币包什么时候创进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又解决了币包怎么查看 怎么创进 以及币包是什么的问题 说这币包就是一个对象 里面包含着一个函数 然后包含着被它补获的那一个并量 这就是它的那个币包 而关于这个东西呢 我们用还是用一个图来弄的话呢 就比较好理解一些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F1这个函数 F1 如果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还定义了一个函数啊 用穿穿代表函数 F2 那么此时其实就是已经创造了一个币包 为什么呢 因为F2你创进的时候 它的scope对象呢 已经是等于F1了 这个时候呢 它会一直保存起来 当然这个F2执行的过程中 肯定是这个F1的词发 反正是不会销毁的 因为按照我们这里的代码的话呢 F2在这里运行的时候 F1还没有结束 肯定不会销毁 这个动用 这种东西的话 大家是容易理解的 关键是下面这种代码 下面这种代码 用了个图来表示的话 是这样一种情况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是F1 然后F2在里面 然后把F1调用了之后呢 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变成了F1在这里 然后呢 F2跑到它的外面去了 但是F2的scope这个东西呢 仍然引用到了F1的词发环境 这是第一 同时F1的词发环境没有被销毁 这是这一个 这是跳出了它的个范畴 也就是说跳出了之后呢 仍然会引用到它里面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 B包的一个用途来表示的话 就是这种情况 好 首先的话 今天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B包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下期课的话呢 我们就了解B包的一个用途 然后B包使用的一些据顶啊 谢谢大家 我可以做出了的一个用途的东西